C大圈的設計理念 首先我們就先來聊聊C大圈的一個設計理念好了 那我們的設計理念其實就是在簡約當中呢 希望可以在簡約的景觀當中可以帶點藝術帶點細膩 那我們也不強調女性的腰身曲線 維持一貫的oversize的風格 那也希望可以藉由這個oversize的服裝呢 來表達出Yes I can的一個woman power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使命 我本身對西裝是相當熱愛的 那所以當然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西裝的剪裁 來跟Vida Trim的一個理念來做一個結合 那相對的我們就是可以透過西裝來展現出Vida Trim的一個理念 那講到西裝呢大家一定會想到60年代呢 YSL所推出一個The Smoking的西裝 這一套的西裝這一套的設計系列相對一直也影響到現在的 不管是時尚啦或者是對女性的一個影響 都是有一個作為化時代的一個影響 那再來呢我們就特別講到1960到1980這個年代好了 那在這個年代呢他們就是所謂的流行的Power Dressing 那Power Dressing呢他們其實就是所謂的 翻成中文大概就是全力穿搭吧 那這個Power Dressing它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將女性的特質去做一個移除 那或者是說剪到最少 那相對的在這個年代的不少的時裝品牌呢 也相繼的推出所謂相關的Power Dressing的一個服裝設計 在1966年呢 YSL特別呢為女性推出的這個The Smoking The Smoking的一個套裝 的一個西裝的套裝 那它的靈感呢其實是來自了男性的一個吸煙外套 有在了解時尚的人其實對這張照片 一定是對這張照片非常有印象 它這張照片呢是一個黑白 在當時拍下的一個The Smoking套裝的一個照片 它是用黑白的呈現 它是用黑白色調的呈現 那它呢上面的model呢就是穿著The Smoking整套的一個西裝 非常幹練的站在非常帥氣非常幹練的站在街道上 那還掉跟煙 那其實透過這個畫面 其實透過這一張非常非常經典的畫面 就象徵著說 當時的女性呢其實是有更多的權利呢 更多的權利來參加社交活動啦 或者是當時的一些社會活動 象徵著女性權利的一個慢慢的提升 主要的文森佐劇情呢 就在講說男主角呢文森佐 他是如何能以惡之惡以暴之暴 那最後呢是更加的如何用這個以致力呢 來取勝的一個還蠻好看 也蠻有內容的一個動作片 再來呢我們就要介紹裡面的女主角 紅車鷹這個角色 那相對他在裡面的穿搭呢是非常強眼的 那我們今天呢也特別針對他的 裡面的一些律師穿搭呢來做一個探討 眼蓋也會發現其實在律師行業啊 女性的律師其實都會常常 選擇比較正式的西裝來做為自己的穿搭 主要是因為呢西裝呢剪裁呢可以讓女性看起來更加的認真 更加的嚴肅 那也相對的是更有能力的一個表現 那所謂的其實就是西裝穿搭呢 其實就跟權力穿搭呢也是不謀而合的 那所謂的這個權力穿搭呢 其實就是可以掩蓋出呢 女性的特質 那也就是相對的不管在哪一個年代 在某程度上面呢 穿著比較正式的西裝套裝等等 都是可以幫助女性在工作上面來獲得 相對應的一個成就的 再來呢我們就是要針對女主角紅車鷹呢 他在裡面的一個戲劇的穿搭來去做分析 我們可以來發現說他是非常喜歡穿西裝套裝 來去跟他的職業來去做呈現去做搭配等等 首先呢我們將他的服裝穿搭的演變過程呢 我們來分成前中後三期好了 跟他爸爸也是屬於一個對立的狀態 那可能也是象徵著這個時候他的立場的關係 還是跟他爸爸也算是對立的 那他再來就是他在前東家的關係 他呢也還算是屬於受顧於他人 受顧於他人下面的一個律師 所以他在這邊穿著的顏色呢 他也會選擇是相對比較是保守的穿著 他呢顏色色系上面呢 他可能就會選擇黑白灰 比較保守的三色系來去做穿搭 裡面有一幕呢是他剛接手爸爸的一個事業 剛接手他爸爸的公司 在這一幕他也算是第一次認識當地的居民 那他這時候的穿著他就是比較是用 深灰色系 深灰色系呢來去做一個色調的展現 那他深灰色的這一件套裝呢 他是有帶條紋的 那他的西裝的景色他就是比較是Oversize的剪裁 那他就不強調腰身女性的一些腰身啊 女性的特質 因為畢竟黑色可能會讓人家覺得 比較有距離感一點 所以呢 他抽掉這個距離感 他選擇深灰 來做為這個顏色色系的搭配 那再來呢 他呢 不過分地強調這個女性的特質 女性的一個特質的一個西裝外套 透過色系啦 剪裁的改變 那可以更加的融入當地 那也可以拉近他跟居民 彼此之間的一個關係 女主角紅車鷹他在裡面 也是穿著另外一套的 也算是深灰色系的一個西裝外套 那這一套也是非常的 這一套也是非常的有看點 那他這一套呢 主要就是在 他跟紋身座 也算是在初期的合作 紅車鷹女主角在這邊穿 有特別顯出他的腰身 那相對整身呢 是他就是比較合身的一個剪裁 傳磨出傳達出呢 紅車鷹的角色 他在這邊就是想要展現出 他比較幹練的感覺 他在接手他爸爸公司的一個 轉換期的部分 以及中後期的部分 那他在顏色 西裝外套的顏色選擇上 他就會開始轉為是比較淺色調 那可能像是 他呢 從外套就會從之前的 比較深色的黑灰色性 然後轉為比較淺色調的方式 來做一個呈現 表達出說 他已經有在慢慢適應這樣的狀態 那再來就是 因為他畢竟是接手爸爸的 爸爸的公司 那相對他也算是 自己是老闆的一個情況下 那他呢 也算是比較有更多的一個 自由的 自由度 顏色上面他可能就會變成是說 以大地色系啦 裸色系啦 比較是淺色系 比較讓人家覺得 比較溫和的一個色系呢 來跟大家來做拉近的距離 裡面有一幕他剛好是要搬家 那他這一套就穿的比較休閒一點 他呢就是穿一個咖格 呃 咖啡色格紋的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裡面呢搭配了就是 裡面呢就搭配了 呃一個襯衫 那就做一個多層次的搭配 那在顏色選擇上也是做一個比較跳色系的搭配 那外面是咖啡色 那裡面呢他選擇藍色 襯衫來做搭配 他可以去用這個撞色呢 去拉出一個強烈的視覺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說 欸就是 休閒當中又會讓你覺得 欸又有一點份量在 他要去約會 那他這一幕他就選擇是比較 色調呢 他就選擇是比較有質感的一些個卡西裸 那他這一件呢 是三件式的一個西裝外套 呃除了外面的外套 他裡面還有一件是 呃內搭一個 呃內搭一個 背心 那再來下面也是一個 褲裝的呈現 整套的西裝的關係 再去搭配他的 呃裸色 一個卡西裸色的呈現 所以會讓你整套 會讓你覺得 欸非常的有質感 那女主角紅車印在這邊呢 他在內裡呢 也在多搭了一個黑色 透過裡面黑色的這個內搭 他反而沒有讓他扣分喔 他反而是讓他 呃可以更加的顯現出 他整個原本的 一個西裝外套 三件式西裝外套的一個 套裝的一個 呃氣場啊 以及氣質的呈現 紅車印女主角呢 在裡面還有蠻多就是 比較亮色系的穿搭 那這亮色系的穿搭 可能就是比較多是用在 他要去做重要的登場 透過這個亮色系的穿搭 然後可以讓大家的目光呢 更加鎖定在他身上 像真的希望說 自己可以戰勝對手 那可以打敗對手的一些 一些墓地啦 一些手法 一些穿搭手法等等 他就選擇一個 他就選擇以一個 呃 淺紫色的一個西裝套裝呢 來做為他的戰服 除了顏色上面呢 做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然後在 呃 款式上面他也做一個強烈的對比 外面是比較剛的 那裡面呢 反而是他選擇比較柔的方式 柔的服飾呢 去做呈現 穿著這一身服裝 然後從文森卓跑車下來的時候呢 也是不意外的成為 當時的媒體啊 記者所有的目光 成為他們的目光焦點 那他一下車啊 他跟文森卓兩個人 就是非常像大明星一樣 然後就從車上 這樣子非常有氣勢的走下來 其實這個服裝的顏色啊 整體的搭配啊 幫他整個氣場啊 整個氣勢是做了一個 非常非常加分的一個效果 最後跟大家分析完 所有的西裝的穿搭 那其實大家是不是也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欸看似都是 蠻平淡的西裝的穿搭 其實我們去做分析 就來發現 欸其實你們有蠻多蠻好玩的 穿搭蠻好玩的細節是 光是西裝其實就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同的變化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個影片 來分享給大家 Vida現在設計的款式裡面 非常也是非常大量用到西裝外套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服裝 來傳達這Yes I can的理念 那可以去透過呢這個服裝 為女性來做發聲 那也就是相對我們想傳達的是 女性可以做的不只是只有這些而已 甚至可以做更多更多事情 有權力是可以做更多更多事情的 不管是男性女性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每個人來 落實到說 呃我們應該女性呢 也可以擁有和男性一樣 相等的權力的一個 去做到一個兩性平權的社會 那我們可以將更多更多女性的 權力相關的權力 落實在生活當中 那之後如果有更多好的影句 我們也是會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跟大家聊聊 好 啊 故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